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警察这时候看见了他就说你肯定不要退给他 警察 警察为什么不让小杨把钱退给别人 而且抢个红包怎么还牵扯到警察了呢 那是因为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红包 这一切都还得从今年2月14号小杨遇到的一件事说起 那天是情人节 也是大年初三 因为一些原因小杨无法回四川老家过年 郁闷的他就喝了很多酒 为了排遣孤独 晚上小杨就随手点开了微信附近的人找人聊天 很快有个叫萌萌的女网友让他眼前一亮 萌萌的头像非常漂亮 而且对方表示 巧了 跟小杨一样 他也是一个人过情人节正无聊着呢 于是俩人就加了好友 越聊越热闹 文字聊得不尽兴 萌萌还主动发起了语音聊天 小杨惊喜地发现这萌萌不仅头像漂亮 那声音哪 对于扑那叫一个点哪 就是哥哥藏哥哥短的嘛 然后韩那天突然就发消息来说嘛 发消息来说就是一个人嘛 想找人陪嘛 当时准备是去看个电影 女孩子主动提出约会 小杨简直是受处落惊 虽然没能回家过年 但是情人节要是能收获一段姻缘 胭脂非福 可就在这个小杨满心愁景着 要去曝约的时候啊 那萌萌就突然改主意了 后面他就说他有事 然后就电影院就不去了 自己的姻缘该不会还没萌芽 这就要黄了吧 但是萌萌紧接着另外一句话 再度让小杨心潮澎湃了 就直接去房间那边 萌萌提出啊 去宾馆见面 作为一枚资深单身男青年 再加上酒精的作用 小杨那是心领神会 二话不说 我出门就找了个宾馆 赶紧就把定位发给萌萌了 可是萌萌的却提出了一个请求 他说自个儿要打车过去 这车费不得够 反正大致就是叫我赚钱给他 小杨想着第一次见面又是情人节 他想在女生面前显示一下自个儿的实力 所以很爽快的就转了一千块钱过去 半个小时之后 萌萌说他快到了 但是想再去买点酒水零食上来 小杨又想着 哪有让女孩子跑腿买单的道理 为了刷好感 于是他又给萌萌转了两千块钱过去 可是接下来小杨是左等右等 又过了一小时 萌萌居然还没出现 小杨急了 这人到底在哪呢 他又给我发个定位 就在楼下 就在楼下 为什么不赶紧上来 之前都还很主动的萌萌 这会儿却变得支支吾吾了 他表示自个儿第一次跟朋友奔线 大晚上的 又是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也不知道小杨是什么样的人 担心万一出点什么事 自个儿吃了亏 那到底该怎么才能见面呢 萌萌提了个条件 有宝藏一点嘛 对吧 双方宝藏金嘛 就叫 萌萌让小杨再给他转三千块钱 意思是万一出事了 自个儿最后也不至于什么都没老着 您说说 面都没见过的陌生人 这一晚上要了多少钱呢 一般人这时候肯定都会犹豫了 但是当时那小杨的一方面是喝高了 另外一方面也被吊了一晚上了 胃口就为见家人一面 好不容易 人都到楼下了 这还不得见着吧 那看不见那就太遗憾了 所以小杨想都没想 又打了三千块钱过去 哎呀小杨我先关心 这下总该能见上一面了吧 谁知道 萌萌还是没出现 这下小杨就坐不住了 然后我就下楼去找 结果丢了 那里子一个人没有 不是说就在楼下吗 人呢 小杨急得赶紧就给萌萌打电话 只听萌萌的连人道歉 说自个儿临时有事 没办法 必须得赶回去 当时小杨已经是醉得晕乎乎了 又被折腾了这么久 实在是没精力多琢磨 结果就这么迷迷糊糊的睡过去了 第二天早晨 那小杨彻底醒了 回想头天晚上的事 不对呀 对方主动要求见面 又用各种理由 向自个儿要了六千块钱 最后人跑了 自个儿这是不是被骗了呀 他赶紧找那萌萌要求退钱 谁知道这次接电话的 不是那个甜美嗓音了 而是另外一个男人 口气还挺横 他说他是 他是一个女的会计还是什么 肯定会给我退 他说就是说通过一种叫什么 资金带动回流 我不是被骗了六千多吗 对吧 然后你再筹六千多 就是拿六千多出来 然后就退回一个万二嘛 对 资金带动回流 小杨这也是第一回听见 真的再贴点钱就能把钱摇回来 这次小杨多了个心眼 他不放心 就到网上去搜了一下 结果吓得他一击了 开头几个字就是资金带动 退款的新骗局 然后我就感觉就不对劲了 小杨这才赶紧报了警 了解了情况之后 警方告诉小杨 他确实是被骗了 而且遭遇的还是一个典型的杀猪盘骗局 简单的来说 骗了呢 利用交友平台 专门找男性网友 跟他们培养感情索要钱财 什么美女头像 什么那些都是网上下载的 甜美的嗓音 都是用这些变声器伪装出来的 发来的那些定位都是假造的 甚至一个晚上都不止 跟一个人培养感情 他是大面积的撒网 反正一晚上可能有几十个男性 同时加大 聊到一个 那他就可以了 他就完成了认识 听完警方的分析 小杨是悔不当初啊 色色头上一把刀 这个居然就被这么低劣的骗局给骗了 那眼下该怎么把这行为击污出来呢 谁知道没等警察找他们呢 他们居然主动找上门来了 当时小杨正在拍手里透露 突然接了个电话 骗子打来的 估计是看小杨半天没动 担心小杨是报警 他竟然开始威胁小杨了 他说你要是报警的话 我让你第二天 就是人都找不到 起初小杨还真有点害怕 但是接下来警察查到的一个情况 瞬间让小杨就不怕了 因为您知道威胁小杨的那些人在哪 有一个微信号是查IP是在形式的是国外一瓶店 好啊原来人都不在国内还说什么要打击报复小杨 吓唬人而已啊 不过为了查证更多的信息 警方呢还是让小杨继续跟对方周旋 这个时候呢对方提出了一个条件 既然你不接受资金带动退款 那我们这边也有个新办法 他问我有没有就是没有使用过的支付宝账号 要小杨的这个支付宝做什么呀 警方也好奇他们下一步会怎么骗 因为手头刚好有个空的支付宝账号 警方呢就让小杨将计就计 把这支付宝呢提供给对方之后 小杨就被拉进了一个群 干嘛呢 当时还没等骗子下指示呢 小杨突然看到不知道为什么那群里都下了红包五 他几乎条件反射似的就点进去了 结果叫人啼笑皆非的一幕出现了 会有人每隔五分钟就发一个红包 我就点了一个 你点了多少钱 3888 居然是这么大一红包 手气可以啊 再抢几个没准被骗子前就能回来了 可是小杨还没高兴几分钟呢 突然发现自己人被提出来了 紧接着骗子还打电话过来 气口好的要求小杨把红包累积退给他们 你说这可能呢 然后警察这时候看见了 他就说你肯定不要退给他 然后他就说 他就说我们要报警要抓你要干嘛 小杨都气笑了 这不是贼喊捉贼吗 在警方的提醒下他赶紧把支付宝的密码改拉 一番神操作总算是挽回了一大半损失 看骗子这反应嘛 显然他们是没想到小杨的手速这么快 运气这么好 生怕他再抢着红包 所以赶紧就把小杨给提出去了 可这到底是个什么群呢 为什么会发这么多红包呢 这个我们等会再说 先让我们把视线转移到江西上饶的一位姓柯的男子身上 因为他的一段经历能够为我们解开这个红包群的秘密 这位就是柯某 当时他在外地考虑消防证 晚上在宾馆辗转反侧 鬼使神差就搜索附近的人 很快就认识了一个叫雅丽的美女 叫她出来玩吗 她同意了 雅丽如此爽快 柯某虽然是求之不得了 不过雅丽表示她需要一点路费 还需要那么一点人身安全保证 表现出这种一个女孩子非常的害怕 但是晚上出来非常的害怕 那钱有什么用呢 钱就是保证她的安全 如果你对我怎么样 我钱就不退给你啊 柯某见人心切 二话没说就给雅丽转了三千块钱 可是他左等右等了 始终就没等到这雅丽出现 这柯某就越想越不堆积了 九点多他没回我就报警了 说到这儿您是不是在想 柯某的经历似乎和小杨如出一辙呀 都是遇到杀猪盘骗局了吧 不用问 之后肯定也和小杨一样 在警察的帮助下挽回了损失呗 当然了没这么简单 接下来事情这发展的 就会让您大跌眼镜了 这天呢警察赶到柯某到家 柯某还在睡觉呢 警察一晚的手把他抛起来 然后注意听哈 警察把他抓了 然后我们也问他 你知道你这样做是违法的 违法 这都哪跟哪啊 难道柯某不是和小杨一样啊 小杨被骗 报警了 还挽回了一顾的损失 柯某也被骗了 也报警了 怎么最后他自个人反倒被抓了 这柯某究竟做了什么呢 刚才我们说的柯某和小杨一样 同样遭遇了杀猪牌 意识到自个被骗之后 同样也报了警 小杨呢在警察的帮助下 挽回了部分损失 可是柯某最后反倒被警察给抓了 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呢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区别呢 这一切啊 都是因为当晚柯某报警之后啊 他做了一个改变 他人生方向的选择 那天晚上柯某打完110 警察很快就赶到了他宾馆楼下 正要带着他去派出所过笔路 在路上柯某的电话突然响了 有个自称是亚历经理的人打来的 语气非常的凶 他问我是不是报警了 叫我跟警方说 就跟公安说 说前程退了 说是误会吗 他说他在公安局门口等我吗 我就判了 结果您才怎么着啊 听完这通电话之后 柯某居然真的转头就告诉警察 不好意思 一切都是误会 他不报案了 您是不是都觉得奇怪啊 警察都在柯某眼跟前了 有什么可怕的 而且面对同样的威胁 之前那个小杨都没当回事 柯某怎么就这么怕呢 您有所不知 那是因为和小杨不同的是 之前柯某在和亚历聊天的过程当中 提供给对方一样东西 对方犯罪犯人当时冒充女孩的时候 是说你要给我一个真实身份 不然我不敢跟你交流 他也很傻的 就把自己的身份证 造给了对方 然后他现在就说 对方知道了他的身份证的地址 也知道他家里的地址 怕他会受 家人会受到报复 这么重要的个人隐私 随随便便就告诉给了陌生人 这不就等于把自个的软肋拱手奉上呢 也正是因为这样 柯某才会被对方成功威胁 在关键时刻放弃寻求警方的帮助 这个时候的柯某还不会想到 就是这个错误的选择 成了他迈向深渊的开始 当晚离开警察之后 一个微姓名叫海的人加了柯某 就是那个自称亚历经理的人 他表示愿意把钱退给柯某 前提是柯某得帮他们个小忙 叫我 支付宝账号给他吗 说帮我做流水吗 什么叫做流水呢 海经理就说了 他们公司需要用这个柯某的银行卡 和支付宝走账 类似呢 帮那个网店刷单的呀 接着呢 对方就把柯某拉进了一个微信红包群 他叫我领红包 我就领 不领红包 就不要领 就是说你负责帮他抢红包是吧 那抢来之后呢 转给那个 就赵兔就行是吧 海经理让柯某呢 在群里头抢红包 再把这些钱 转到一个叫L的这个网友的账户上 他说这就做流水了 他表示只要柯某不断的转钱 完成的营业额达到第一位 他就会把柯某之前的损失 我们这些钱还给柯某 抢个红包听起来似乎很简单 这有什么问题吗 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了 你以为这是普通的抢红包 警方判断 这一抢一转 其实就是洗钱 还记得之前被骗的小羊吗 其实警方早就对他的这个钱进行了追踪 发现的那些钱转出去一分钟左右 就是通过微信这个红包转账的方式 分散到了200多个二级账户上 最后再由骗子给你提现了 这下您明白了吧 骗子把赃款有红包的形式发到群里 再找像柯某这样的人利用他们的账号抢红包 然后再把钱转回到骗子手里 赃款就这样被洗了一遍 也就是说但凡参与抢红包转账的都是共犯 可是在当时的坑 我看来自个儿还有得选吗 放弃寻求警方帮助的他 正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如果不按对方说的做 自个儿的钱肯定要不回来 如果按对方说的去做 或许多少还能一要回点 这就可能那么会存在 为了要回自个儿的钱 柯某只好答应对方的要求 接下来他就在区里 接收微信红包然后转账 几个月下来 他帮忙转了好几万 本来柯某心想 自个儿已经给海经理的公司 创造了不少营业额了 对方总该把钱推给自个儿了吧 可谁知道对方就告诉他 还不能退钱 因为他的排名还很靠后 他都跟说我前面有好多人 也是这样的人 他就有个名单 他说行你不是你一个人在退 有好多人 柯某急了 居然有这么多竞争对手 冲锋到第一拿不回来钱 到底怎么办呢 这时候海经理就交给了柯某一个办法 说光靠抢红包转账 创造的营业额肯定是不够的 柯某不妨把自个儿的钱拿出来转账做流水 兄弟这些不会骗你真的 然后给你再转账 马上就给你退了 真的会退了 其实柯某也犹豫过 可是对方表示如果不这么做 他就永远拿不回自个儿的钱 无奈之下 柯某只好照办了 把自个儿的钱转给了对方 别说 他发现自己的排名 果然靠前了一点 但还不是第一呢 结果他就跟着了魔似的 为了冲第一 一千不够再转 一千不知不觉 竟然花光了所有的积蓄 自个儿的钱不够了 又向父母借 就在去年 赵黄泽之前跟我讲 拿了一万块钱 此时的柯某已经陷入了赌徒心里 他越想要回自个儿的钱 贴进去的就越多 而那个所谓的排名利益 就像挂在驴前头的那根胡萝卜 看似尽在咫尺 实际上永远够不着 同点之后 柯某每天不仅要把群里 抢到的红包转账 还要自掏腰包转账 后来甚至还跑到网贷平台 借钱转账 等他回过神的时候 才发现 自己已经给海经理的公司 转了三万多了 要知道 他最开始还只是被骗了三千多 现在他整整损失了 比那个数多了十倍 同老比较直 非常的直 就是那种 简单 简单 可能有点说比较大条 结果从去年11月到今年被抓为止 柯某已经陆陆续续 替对方收了几十万的款项 到现在依旧没有得到 他三万块的退款 据调查 柯某半年时间帮对方转账四十万 被抓获的时候 他自个账户里头就剩下一百块钱了 可是说到这个问题就叫人想不通了 还记得之前那个小杨吗 抢到红毛之后 他赶紧把那支付保密码改了 把钱截留了 追回了自个儿的部分损失 柯某这过路财神 他抢那么多红毛 怎么不中途截留 还那么老实的继续给骗子转账 或许只能说柯某没小杨手气那么好 一次就能抢这个大红毛 红毛的数额都是比较小 几百块 可是相对于他被骗的几万块来说 他更想要拿回这几万块 柯某最终就这样 在帮骗子洗钱的不法路上越见越深 直到小杨报案 警察顺着小杨被骗的人的资金追查 查到了柯某就是那个洗钱账户之一 这才把他抓捕归案 他现在应该是属于诈骗的共换 明知然后有起到这个帮助的作用 而且有这个共同的换意 因为他自己被骗之后 首先就知道说这个嫌疑人是来诈骗的 而且还明知这个情况 还帮助嫌疑人来做这些转账的这些事情 柯某从最初的被害人 现在变成了犯罪嫌疑人 身份的转换确实让人唏嘘 但是回头看整个的过程 难道柯某真的就一点扭转的机会都没有吗 其实诈骗分子的骗术也不是有多高明 就是在杀猪盘骗局的基础上 对上钩的被害人又继续薅羊毛 骗上加骗 这就把被害人拉下水了 但凡柯某有点法律意识 最开始没有选择放弃求助警察 又或者在后续任何一个环节里头 他回头再报警 都不至于落得现在这个地步 对于自个儿的无知 柯某如今也是懊悔不已 学校里有派这种法律课吗 没有 没有啊 没有 你觉得有没有必要 就是掌握一些这种法律知识 肯定有必要现在 确实面对五花八门的骗术 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自个儿要有反诈意识 现在全国各地都在积极进行反诈宣传 比如有些城市开了反诈超市 跟民警学习反诈知识 答题兑换商品 还有的警察变身MZ 直播宣传反诈APP等等 您看看为了守护大家的钱包 反诈警察们真的是操罪了心 在这儿我们也希望大家多学习一点反诈知识 尤其是在这个交友过程当中 正当交友 别把自个儿的隐私透露给陌生人 不给别人留把柄 如果怀疑自个儿遭遇了电信诈骗 一定要及时报警 报警的时间越早 破案的效果越好 前辈追回了可能性也就越大 好 各位观众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 好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好 各位观众再见 感谢您的观众